将将 下面将们 我是你们的枪头跑酷实际选手 将子 良心好聚 疯狂催更 上头剧行 一网打尽 哎哎哎 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看长歌行 震惊 大汤永宁郡主 竟然是四处留情的爱情骗子 震惊 草原梦南北人 博斯春孙 全被爱情冲昏偷脑 震惊 某开帮打户通光手 倾口钱拉机 罚家致富上户口 向你们敬礼 欢迎大家收看 大型古装历史传奇剧 啊不 大型CP乱断剧 长歌行 体验一把 一锅乱断的爱情吧 长歌行改编自下达的通明漫画 讲述的是初唐时期 当朝太子之女 李长歌家破人亡 他侥幸逃脱后 决意复仇的故事 因为是漫画改编 所以长歌行 从选角到剧情 到浮华到 都会被漫画粉严格要求 漫画里 女主李长歌 是一个少年感狮子 很有英气的少女 男主阿什勒森 是一个胸肌腹肌 一应俱圈的 憨憨草原猛男 为了贴合援助角色 造型师给热发 整了两根 黏玉叙叙 说实话 这样子才看到 这两根叙叙的 第一眼就眉头一皱 虽然剧版长歌行 相对漫画来说 缺点很多 草点也很多 比如剧版弱化了 女主的天送七才 游泳有谋的形象 导致观众看剧时 经常会觉得 女主四不四杀 but 虽然这部剧 引起了历史粉的个影 原著粉的痛恨 对于这样子 这种热衷 紧垃圾的嗑药剂来说 还是很满足的 老话说得好 爱情这杯酒 谁一喝都得醉 只要你眼里有糖 哪里都是天堂 举播之前 这样子以为 长歌和笋是CP 乐焰和书玉是CP 好多喜欢长歌 没想到举播之后 这他们居然是乌角恋 啊不 打乱盾 好多喜欢乐焰 乐焰喜欢书玉 书也喜欢唱歌 唱歌和笋是CP 中间还架杂着乐焰和长歌 长歌和咪咪 以及潮汤F4之前的 安琢琢 首先我们来看看 爱情骗子李长歌的CP 听说因为营销好调活 露丝烟压滴滴 惹巴的通稿泛滥 两家粉丝 吵得不可开交 烟压 聪明的人已经磕拉了好吗 利路修 拔个压路 拔死光年 拔死蛋糕 青梅竹马 欲见软妹 双向奔赴的虐恋百合 长歌 从小我就喜欢靠在你肩膀上 只要有你在 我就觉得特别的踏 长歌从小宠着护着的乐焰 转眼却变成了 杀父仇人的女儿 哪怕之前隔着血海深仇 哪怕长歌说过 从此不公带天 小酷包也义无反顾 相信他 理解他 在长歌一次次推开乐焰 对他放冷话 竖起历次时 乐焰依旧毫不犹豫地 抱住长歌 长歌知道他们再也回不去 但是还是舍不得推开乐焰 就算上吊寻死 也怕自己死的样子 吓到长歌 长歌 我听别人说 吊死的时候 舌头都会伸得老长 我就是入你的梦 你会不会害怕 这是什么小糯米团子 拼命贴贴 搞不容小野狼的绝美剧情 爱情片子里 唱歌到处留情 小酷包有 咪咪也要有 哥哥只要面对漂亮姐姐 就会忘记自己的打扮 是个男孩子 英雄叫美 各种照顾 同品相连 同床共争 以身相许 送乐焰的荷包 咪咪也送一个 不会是漫画中的正牌女友 渴死我了 虽然唱歌有很多女人 但是阿森 她唯一的男人啊 唱歌和笋 绝美强强 势均力敌的官配CP 虽然漫画里 两人之间的爱情 充满中式含蓄和暧昧 剧中却加入了 许多老套的偶像剧套路 从笋发现 唱歌是女儿生的那一刻起 两人就开始发套默示 无数次的偶遇和英雄救美 动不动就发起后妻 就连把女主奴隶了 也是看你睡觉 为你喝药 祝蒙古包 顿顿小烧烤 值求时的表白话术 也磕死我了 我利用了你 我利用你 折腾我自己 这月黑风高的 我好歹也是个 血气方刚的男人 你这样不太好吧 不过这样子最磕的是 男爱女爱旗鼓 相当爱情啦 家国利益 在歌孙眼中大于爱情 我爱你 但绝对不会为了你 背叛自己的责任 我救赎你的同时 也被你救赎 歌孙理性切克制的爱情 真的太妙了 接下来重磅推荐 绝对让你 可生可死 作为高举 好烟大气的 盖帮弟子 这样子 先用养了都姐妹的一段话 对不喜欢我们 好烟CP的人说 是朕 只要宠爱好烟CP 是朕 喜欢看狼土的花絮 是朕 一次次把话题 刷上热搜 是朕 熬夜四处解垃圾 求花絮搞万里 你为什么不恨朕 我们好烟 18期总共出场 十几分钟 却凭借仅有的 十几分钟 狂吸十几万粉丝 直出CP 这把第一 爱情保安 刘雨宁 化身高朗 是位工具人 单剪头小白兔 却因为阶级杀取 和心上人 另有所爱 克制自己 但总是默默地表现出 只对小白兔特有的爱意 剪到公主的平安符 要偷偷珍藏 杀了人 怕公主下导游 立马盖上 护送公主时 冷言明明胆小 又不得不面对 冷酷的好度 从刚开始 姑息勇气和好度正面说话 到试图用公主身份正胆 却被好度一个公主抱抱上麻 之后为了拖住好度 开启碎碎念模式 说出各种撩而不自知的发言 这样子以为好度沦陷了 直接把乐烟抱到床上 结果居然只是想让他安静睡觉 话说 后期你这个空境 很难不让人相路非非啊 不过乐烟因为被人犯死拐跑 母亲还在逃难中 养了都门只能在角落里浸汤 每天就鹅巴巴多放花絮 如果说和好烟好有副作用的话 那就是每日都会三连问 乐烟救出来了吗 比舞台子大了吗 好度到驸马了吗 除了以上几对热门CP 长歌行还有秘密目金的 不是冤家不巨头CP 以及朝堂F4营业 防卫杜兼勇敢飞 打个守护勇相随的中老年CP 相信我 没有人能从长歌行的CP乱盾中逃出来 下面讲门 你们嗑的是长歌行中的哪一对CP 在评论区留言他们的名字 关注点赞我 这样子为你带来更多好趣案例 记得看完片尾赛索 这里是虾谈遗体账 你是我的虾米账 我们的视频very good 点赞留言和关注 一键三连不耽误 订阅虾谈不迷路 看到这里是虾谈不合删的 一诺 一诺 我